我們來看一下等角圖 等角圖 來 一樣要畫簡圖 注意過程線要不要差 一樣我在三次圖的時候有講到 過程線要淡 4H畫 如果真的時間來不及 就 就不差也沒關係 可是記住一定要淡 完成線應該都是用鉛筆 所以要粗一點知道嗎 單位型考題 可以畫等角線對不對 所以我們等一下畫的這一題記住 等角線不要畫太多也不要畫太少 要剛剛好 尺寸型要用三角板 老師有教過可是你們都不習慣用 可是基本上考試一定都是單位型的 有圓的時候善用橢圓板 所以我們等一下設計這個題目 有稍微在考你們橢圓板怎麼用 不管是尺寸型或是單位型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格 高度一二三四五五格 深度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所以 正常來講這要畫幾格 Tony Tony 要畫幾格 林經理 要畫幾格 最大的兩個加起來 七加八啊 十五格啊 所以你可以看喔 我現在試一次給你看喔 十五格所以是十五公分 所以你如果有畫 好我是從這裡喔 畫到這裡 正常來講這樣子就夠了 好來 簡圖要畫出來嘛 好 前世圖 這裡應該是一個圓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好這裡也是一個圓嘛 從這裡就可以看出來 我們先看這一個 這裡是一個斜坡嘛 對不對 是不是斜坡 正常來講是像這樣子 結果他這裡有一個 是像這樣子 所以有個斜坡嘛 對不對 好再來這裡 好這裡是剛好這裡 有沒有 這對應下來 所以這對應過來應該是像這樣子 好這裡 好這裡有一個直的喔 好這裡有一個直的喔 所以是像這樣子 對不對 這裡是直的喔 所以這個圓是這一個而已喔 知道了 好再來就是這一個 好鐵圓 對不對 圓 所以這裡又一格是直的喔 對不對 是這樣子 下來 對不對 好這裡 凹洞嘛 是不是凹進去 所以這裡是凹進去 好記住 剛才 跟班問我 老師到底要怎麼看 他到底 有沒有看的 到底 來這很簡單啊 來你注意看喔 如果這裡有一個圓 這個是四公分喔 直徑四公分喔 直徑四公分 所以你注意看喔 如果他往裡面一格的話 那 他是 這裡是一格 兩格的時候是這樣子 三格 三格還看得到 第四格就看不到了 知道嗎 他深度四就看不到了 所以一樣 如果是二 第一格看得到 你這樣子去判斷 如果往裡面一是看得到 往裡面二就看不到了 知道嗎 你這樣子去判斷 怎樣意思吧 好 所以你可以看 好這裡是往內一嘛 所以這是直徑二嘛 所以看得到嘛 怎樣意思吧 所以畫出來是像這樣子 好來喔 所以你注意看喔 好正常來講 我們應該這一個 開始畫是從這裡開始畫 知道嗎 好所以這裡是 好這裡是 好 這邊也是4 所以8 好來 好四格 好 所以這裡四格 我用 原子筆畫喔 對不對 好再來上面一格 喔這裡 這裡是4格 喔 這裡是3格 進去嘛 對不對 所以12345嘛 正常來這裡標 標清楚也可以啦 好 這裡空1 好這裡是3 好這裡 稍微畫一下 對不對 好這裡空1喔 你要記住 這邊也是空1喔 好所以這裡要這樣子畫才對喔 好這邊1往上碰到這一個斜線 好這邊過來 碰到這個線 對不對 這樣子畫才對喔 怎樣嘛 所以你這裡是這樣子 這裡是這樣子 所以我沒有帶 那個 三角板 好 所以這裡要用平行線畫過去喔 好這裡要用平行線畫過去喔 老師沒有帶 我先目測一下 我先目測一下 好 這裡是2格嘛 對不對 好 這邊也一樣 平行線畫過去 好所以這裡 畫垂直線下來 來 這樣子才對喔 等一下吧 好再來 好這邊還有 對不對 好了 再來 這邊是2 這個 好 OK喔 好這等一下我們再畫 好頭銀板拿起來先畫 好記住 頭銀板是這樣子 不是叫你用黑筆寫號碼嗎 我已經看不出來20是哪一個了啦 20是在哪裡 是這一個喔 是嗎 欸 拜託你去寫一下啦 20是這一個嘛 好來 所以20喔 好來記住 這一點 接這一點 蛤 蛤 沒有後退了 Sorry 我告訴你你告訴我 沒有注意到 要檢查 想要 考試是沒有人提醒你的 你用偷瞄的可能也瞄不到這麼細節喔 好來 所以這樣子 20在這裡嘛 所以這一點接這一點 這一點接這一點 劃 對不對 好移過來 這一點接這一點 這一點接這一點 好記住在一半的位置喔 所以只要到這一個 這條線 切線 所以這裡劃 切線 知道嗎 好 再來 換這一個 記住喔 他是40喔 他是 40 好 40來 40在這裡 有沒有 這一點接這一點 這一點接這一點 不對 我這樣 再過來 所以沒有這條線喔 等一下把它插掉 Sorry 差一點畫錯了 好 所以是在這一點 這條線沒有喔 40 好所以你看看 有沒有這一點接這一點 這一點接這一點 好畫下來 好 因為 等一下這裡還有一個平面啦 這裡看得到嗎 好我先畫啦 好再移過來 來 好這 往這邊移二嘛 好畫過來 一樣畫到這一個 這一條就好了 好這條水平線啊 還記不記得 好這裡畫過去 對不對 好再來換這個20 一樣 這裡 好這樣子 這裡看得到這樣子 好記住喔 這個好其實就是接這裡跟這裡啦 好剛好這一邊 好這樣子接過啦 如果只看到一格就是這樣這樣子 知道嗎 好了之後 好再來 這邊 這邊 剛才應該先把這裡畫 這裡是四喔 四格對不對 對吧 好這裡也是四格 這裡要畫一個圓嘛 對不對 好來 欸 三角板 三角板 色的色的色 色的色的啦 沒那麼大啦 好來 記住喔 是這一個 這一點跟這條線 這一點跟這條線 這裡 我用紅筆 畫一個 什麼 垂直線嘛 對不對 畫一個垂直線 我用紅筆 好這一點跟這一條線 畫垂直線 就可以找到原心 這裡就是他的原心 對不對 有沒有 好 接 這一個 接過來 有沒有 這個椅圓就出來了嘛 再來往底下一公分 自己要目測一下 對一下 這個 把它接起來 這裡 因為 用鉛筆 這裡 OK啦 這裡應該要 把它畫到這邊來 好 這樣子 這個圖就好了 可以嗎 還有 再提醒一下 如果是 圓櫃 要特別注意喔 如果是畫圓櫃你一定要特別注意 我這裡 如果畫圓櫃一定要特別注意喔 我先隨便喔 圓櫃一定要特別注意喔 我如果這一個 這裡有一個 圓 圓櫃一定要特別注意喔 這中間也有一個圓 啊 這最底下也有個圓 要對好四個都要對好 都有個圓 記住要畫出來才可以畫他的邊 邊緣喔 記住要畫他的切線 對不對 看 要畫他的切線喔 不是在一半的位置喔 所以這邊也一樣 這裡要這樣子畫上去 什麼意思吧 這樣子才可以畫出他的邊緣喔 你不要畫出來都是這樣子 一半 都是在一半的位置 接這個一半的位置 接出來會 這裡有一個尖角喔 知道嗎 就會變成這樣一個 尖角 產生喔 可以嗎 啊 好OK 這一題就這樣子 是